美国调查人员正在调查是什么原因 令到一名在美国接受飞行训练的沙特空军飞行员 在佛罗里达州一处的美国海军基地开枪行空 并且打死打伤多人 抢击事件当地时间在星期五早上 发生在佛罗里达州彭薩科拉海军航空基地 造成四个人死亡包括抢手 一个执法官员说还有八个人受伤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推特上说 他和沙特国王沙拉曼进行了联系 国王是表示了哀悼 特朗普说国王说 沙特人民被枪守的野民行径所心心激怒 而他又说发生的事情很可怕 他们是会追查到底 这个是本星期美国海军基地第二次发生枪击命案 美国海军和执法官员说 开枪行空者是一名沙特阿拉伯的飞行员 前来彭薩科拉基地接受训练的外国人是有几百人 其实基地是不准带枪入来 但是当地的一个治安官说 枪手切发将一枝的手枪带入基地 然后在一个楼房里向人开枪 就能看一篇 中文全是遇在到互相 而且建造会 能元元元元元元元管监制 在防范团上 是会议团外充吗 在难防范团上 是有与不一样的 这种事项目是序复的 我会用到独立 。